最後的話呢我們程式都寫完了 特別注意剛剛主要是 先增加一個追回圈 為了解決 這個藍的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我多增加一個追回圈就是為了讓它這個藍可以跳動 因為剛好是第幾藍呢 剛好是第2藍到第10藍 那列的話剛好第10列到第12列 所以我寫了一個回圈有沒有 這個是藍 這個是列 那就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幫我處理完之後的結果 幫我就 放在這個儲存格裡 一個一個 就完成了 那清除怎麼做 清除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把 這一段程式複製貼過來可以 那只需要改 幾個地方 我乾脆直接複製 底下東西 貼到它的下方 記得結構一定要 有sub就有and sub 然後把那個 儲存格後面這個等號 後面的程式 全部把它刪掉 留下兩個雙引號就可以 那這個就表示清除 OK 清除OK了 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它就全部不見了 然後這個地方在執行 還有輸出 如果要變兩個按鈕的話 很簡單 你就是直接在 開發人員裡面的插入 這邊有個按鈕 然後拖拉一個大小 叫99層發表 然後把上面的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然後把按鈕3 因為剛剛有複製 99層發表 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一個 另外一個是清除 清除你當然可以 再做一個啦 不過 如果你再拖拉一個大小 按鈕可能 跟這個不會一樣大 所以我的習慣是會直接按右鍵 把它複製 然後貼到它的下方 再來改 怎麼改按右鍵 重新指定聚集 改成清除 然後把它複製這個名稱 接下來的話 就把這個上面按鈕的名稱 改成清除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我希望看到結果是這樣 清除 有沒有 然後糾折懲罰表 OK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完成 這個 糾折懲罰 就是 VBA的部分 所以今天 主要是教 第一個 一個 方法 這個是用 那個 就是 儲存格位置 然後再來就colum跟raw 再來就九掌 那最後 記得 你在存檔的時候 把它改成 叫 EXA108 108好了 不過請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你不要直接存檔 因為如果你直接存檔 它會出現 怎麼樣 不相容 其實也不是 它會出現 就是說 你 沒有辦法儲存 那個 這個VBA的程式 所以一定要 否 然後瀏覽的時候 請你改一下檔名 改成什麼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然後 如果沒改到的話 我跟各位講 你的剛剛 VBA程式 就會消失 OK 然後後面的話 請你把它 改一個檔名 你叫EXA108 OK 這樣的話把它存 記得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不要存錯 因為存錯的話 你剛剛做的所有程式 就 全部消失 而且救不回來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剛剛重點 就第一個 把99%表的程式 把它改成 清除 那實際上你會發現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這個後面的東西 把這個改成 清除 意思就是說 丟那個沒有字 沒有字就清除了 然後再把它這兩個sub 變成 兩個 兩個sub 變成兩個按鈕 按鈕的部分 記得就是說 在那個 插入這個按鈕的地方 最後記得另存新檔 用另存 存的時候記得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然後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讓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感谢观看